對啊 差不多 我猜月娥你媽媽還是很愛你 當然 他不會表達 不是不是表達 就是說有時候那個 脾氣一來的時候有時候話會 三個別說 對 類似這樣 譬如我媽媽以前是這樣 有一件事小時候我是很不能諒解 也不能理解 就是譬如說 我們如果是 我們有個兄弟 如果是這個哥哥做就沒事 我們要貴的總貴 連做法 連做 總貴 總貴不是這樣而已 譬如說這個要講10個 他不對嗎 其他也都要講10個 我們都沒有錯 我們要被貴一樣貴 同樣時間要打同樣的幾下 對 我們都跟他講說 為什麼我沒錯要貴要打 他說他做錯了 貴在這邊打他會記得 你沒有做錯在這邊貴才會打 你下次才不會玩他這麼做 你怎麼會玩 我小時候跟我們爸爸打我哥哥 用手櫥子一次把它吊起來打 偷拿那個錢筒 用那個球 拿那個零錢出來 不得了被我爸抓到 那一次是真的是把它吊起來 吊在屋簷裡面 對 用手櫥子搖 搖到不能打皮 但不然紅紅紅紅紅 再加8.9 然後叫我跟我妹兩個人 要站在那邊看 為什麼叫我們看 酷刑 對他打哥哥一次 然後我印象中真的一輩子 我爸爸真的只動手打過這麼一次 再也沒有了 可是他就是要殺雞儆猴 他們比較狠 他們連做法都打 我們是沒有 你看你就怕了 但我四人說真的很乖 媽媽說來跪就要來跪 打就打 那我們家剛好相反 我覺得我跟我媽每次會槓上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脾氣太降 我最記得有一次大概小學五年級的時候 媽媽要我練琴 就是練鋼琴 然後練琴 練完一個小時 她說今天放假 你再練一個小時 再練完一個小時之後 你就可以去看卡通 類似這樣 我就會說 我就會說 那我寧可不看卡通 我就不練 那我媽有一次就是打我 她說好 她就也是我忘記就在雙層床 她就拿那個 抓癢的那個有沒有打我 然後打到我媽就說 你道歉 你道歉我們就算了這樣 後來我就說那給你打好了 你也硬喔 我媽媽很生氣 氣了不行 我就 我的意思就是我不道歉 那你打完就沒事了 絕不去 對絕不去 我就跟我媽媽的衝突 就是這樣 那我脾氣很妞 你也越來越像外婆囉 有一點像 有一點像 還好我女兒跟我個性不太小 不知道 現在還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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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請教徒醫師說 我剛剛為什麼這樣講 說我小時候被我媽媽打 我很不服氣 真的很不服氣這樣 甚至於說想離家出走 可是大小不敢做 也不敢講 可是現在我們知道說 其實那是媽媽的管教 第二個是 那是其實一種 愛的 只是他那個方法他不會 那有時候 就什麼樣的方式 什麼樣的人 他那個基準是轉不過去的 怎麼會因此恨母親 或 恨小孩 對 比方說他舅舅就恨 對啊 一輩子 媽媽會一輩子 我們講說我們長大之後 有的人 你講他的缺點 他會回去反省對不對 有些人是完全聽不得人家講他 這個態度從小 你爸媽媽再教你就養成了 就是說你的爸媽媽如果全部都是罵你 沒有讓你感覺到他為你再付出 那你就會變得很將嘛 你就會到來就是仇恨 可是其實鄭大哥 你有很多其他的地方 你看到你爸媽媽多麼的辛苦 為了你們 所以那個背景的顏色是很強烈的 愛的顏色是很強烈的 所以上面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是OK 而且你沒有被分化 你阻塞掉沒有走掉 對 你沒有被分化 分化就是說 你沒有遇到另外一個長輩 或另外一個誰 跟你這個打你的母親 處罰你的母親 有深仇大恨 來攪亂你同志的心靈 像這樣有時候同志的心靈 我有時候如果被媽媽罵 那或者假設我被爸爸打 然後我媽很恨我爸爸的時候 趁這個時候來告訴我 說 就講些有的名字 你看你爸爸 都抓錢回去給外面那個人 我們哪裡你就打 媽媽幫你照 我們兩個很可能 你爸爸我也是這樣 我就知道了 來來媽媽這樣 這樣子的時候你就會恨爸爸恨入國 就會跑過去那一邊 對就是小時候被挑撥禮箭這樣 有道理 我小時候我記得被打的時候 我們不想吃飯的 你不想你沒這種經驗 你不想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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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食有時候會打不吃 一頓就打不吃 發作就要 小的時候會 可是我父母親 你不再吃不吃不吃又說 只好一邊哭一邊吃 鼻涕眼淚混在一起 剛才減減 不敢吃也要吃 可是我們知道那是母親 父母親的什麼 愛啊 他希望你不要餓到啊 其實你心裡很想要吃 所以他跟你說 讓你台階下 你幫我去吃 所以你就覺得就愛了 哪有的父母 真正說你不要吃台階 受到 你就恨了 我想問東瓜 就是剛剛阿姨講 到死都不原諒 所以你在 你在這個殯葬業裡面 有沒有那種 比如說好 老太太過世了 後世要商量的時候 就會有家族講說 什麼人不可以讓他來 有 有喔 有喔 真的有 真的有 冷藏不可以讓他進來 真的有 包括他貼一張竿子 在冰箱上面 名字是什麼 在冰箱 我們不是在冷藏嗎 在冰箱上面 遺體的 遺體冷藏的時候 除了家屬 誰誰誰之外 誰誰誰之外 屈於不得打開 我就看新聞正在 對 有家屬會這種要求 真的讓他靠樓頭不可以讓他進來嗎 有還是有 就是不讓他回來 你剛剛講說 你媽不讓你交男朋友 其實那個時候她 不喜歡 不喜歡那一個 對 她不喜歡那 我說有些媽媽會這樣 看到女兒開始交男朋友的時候 會講難聽的話 超難的 對不對 媽媽也講過 超級難聽 女兒子 孝季季 對不對 下見 三八字 我覺得 可是女兒會記一輩子 因為你對她的人格是摧殘的 媽媽那時候其實 我覺得我那時候也是 因為不知道媽媽跟外婆之間的關係 其實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 因為那時候我媽媽就是反對 我交男朋友 前任 對 前任男朋友 所以那時候 可能第一年那時候 臉考得不好 所以那段時間 跟我爸媽關係很緊張 我有一次 就是我媽媽偷看我日記 發現我跟這男生還有往來 之後我媽媽非常生氣 立刻把我抓回去 抓回去之後 就用騙的 就說你回來談 好好談 談完之後我們再就是不為難你 結果我一回桃園 我爸爸就 我爸跟我媽兩個 就把所有的門窗全部鎖起來 然後他們白天出門 就用腳踏車的鎖鏈 每一個都鎖起來 因為 你們家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 可是以前台湖太大了 沒有 那時候還沒有 你家來的文學存就很高 只要害你也是被這樣關過 沒有 就是因為我一直 我12歲開始就是住在台北 我家在桃園 那我是住在舅舅媽家 然後後來就住宿舍 所以我一直都住外面 已經很獨立了 那我爸媽沒有辦法讓我回家 你知道嗎 就是我在外面 我就是打工賺錢 我媽曾經做過經濟封鎖 不給我錢 她不給我錢 我就靠我自己賺 所以我很會賺錢 對 我就自己就是 更氣 你媽更氣 我可以做二房東 把房子住給別人這樣自己 所以反正我很會賺錢 我媽就沒有辦法 你知道嗎 她很生氣 她那一次就是把我 從大一頭叫回家 然後我就鎖住 所以我弟妹很小 然後我爸媽就帶著他們 白天要去上游泳課什麼的 我爸上班 那怎麼辦 我一個人在家 我一定會跑的 所以她就只好把每一個窗戶都鎖 我家落地窗 因為透天處 就是都鎖起來 結果你知道我怎麼跑的嗎 我是打開氣窗跑掉的 這樣你也能跑 我把氣窗打開 爬上去之後跑掉 我感覺你實在也是有事要說 對… 有事要說你知道嗎 就個性而已 有事要說 做你媽媽想要跟你說 你有嚇到有人想要跟你說 對 我媽氣瘋了 然後我跑掉之後 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 我跑到哪裡去你知道嗎 前男友外婆接 好開心 你頭奔敵國 你外婆接納你 當然接納 外婆當然多開心 不是 我不了解 因為我那個時候其實 外婆有 黃公益是起義來歸 起義來歸 我找不定你女兒 女兒跑到我這裡了 我錯了 我不知道 因為我那時候真的不了解 手頭無路 賞黃金五千兩 沒有 我的想法很簡單 就是我當然知道 我跑掉是不對的 我想說我去外婆家 至少我媽媽會知道 我在外婆家 我媽就不會擔心 我的想法這麼簡單 結果我沒有想要犯大錯 因為聽說後來是 你知道後來是我跟我媽關係和好 我跟我媽每個禮拜三 會出去吃飯 我媽媽說 你知道你那個時候 跑到外婆家去 當天下午 你外婆就打電話來 很高興要找你 她倒到我家來要找我 你外婆好會演喔 你知道嗎 找你 她自己瘋了 我媽媽 你外婆說什麼 找你 她要找我 她明知道你 你就在她家了 對 她要找我 她看你媽媽怎麼回答 你媽怎麼回答 我媽氣死了 因為我媽媽那時候就覺得 她的口氣很怪 就是好像很得意 那個安安跑哪去了 什麼什麼 要找她 她去哪裡什麼 意思就是說 你不知道你女兒在哪裡 對不對 然後最後才跟我媽講 她在我這裡 你知道 阿嬤 對 我做錯一件事 我後來 你知道嗎 我隔了十幾年 我才知道這件事情 因為我媽媽沒有說 我媽沒有說 那 我不知道她們的狀況這麼差 就是我不知道我外婆會這樣做 當然後來 我在結婚之後 跟我媽媽這樣 就是在談話之間 我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我也是 何不容嘴 就是我沒有想到我外婆會這樣做 你知道嗎 就完全沒有想到 結果後來我那次回去之後 想一想妳外婆的時候 妳是她的仇碼 妳知道嗎 真的她很高興啊 然後我 我先休息進回到 我媽媽已經氣了 一定的 而且我媽媽覺得我給她 齊齊大了 齊齊大了 就齊齊大了 我會請下來反共議